所以修行要常常保持次指之心 就是你的心不要污染 好那现在注意听 你这辈子呢小时候的事情都不容易记得 那请问我调查一下 前辈子的事情你还记得的请举手 可能不太容易 你哪时候会记得前辈子的事情呢 注意做梦 有时候你会做梦 诶奇怪哦 我现在就不在新加坡耶 我会飞耶 对不对 我就觉得呢我要去那个海印股市厅清 我根本不用打MRT耶 咻我就飞去了 好我调查一下 假如你在做梦里面曾经梦过你曾经飞的请举手 很不错吧 不用打MRT又省钱 再举一次 再举一次我还没看到 好 答案是告诉你从禅经里面说 表示你过去式修过禅定 第二你也可能是过去式 今好过去式是指不一定指前一式 过去的前两式三式都叫过去式 有很多式嘛 我们轮回不是只有一式 还有呢 假如你曾经是做梦梦过飞的话 你至少有一式你当过天人 禅经里这么写 但很抱歉你掉下来了又坐在这里 所以你的禅定功夫要加油 不然你就不会坐在这里 假如你真的还有功夫 告诉你 你根本护法居士不用拿椅子 我就坐在柱子上面 你也可以听经的 了解吗 好 所以菩萨要回来度众生的时候 注意听 他很自在的 我刚才要讲 他一出生 有些人他会知道自己过去 现在未来 有些人他要用功修行呢 十年二十年以后呢 他就会记得 好 那现在有个问题 你自己很亲近 可是你要度众生的旁边的 那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新加坡了 那个时候呢 可能大家呢 一出门都是摇肯德基啦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众生啊 他呢 我们在乐章吉祥经 请各位翻一下 六十页 第二十五行 第七首 我习以常忍入 忍诛恶众生 你在度众生当中 六十页 第二十五行 你回来度众生的时候 你也要修忍入 波罗蜜 为什么 因为呢 有些众生是很坏的 也就是说 你过去的亲朋好友里面 他在深深式轮回里面 有些脾气呢 一事比一事坏 有一次呢 有些呢 杀心一事比一事重 所以 菩萨在度这些的众生之前 你也要修忍入 为什么呢 你以为会碰到坏的朋友 现在有个问题 碰到坏的朋友呢 你不但要控制自己 你还要慢慢的忍入 而且要有耐性 而且永远不放弃的关心他 所以 假如坏朋友联合来害你的话 那你也会呢 有很多的恶缘跟障碍的 了解吗 这个障碍 注意听 我再讲一遍 不是菩萨心中自己升起的 因为他自己心已经清静了 第二个 他是什么 自己跟别人互动当中 而产生 由对方跟你之间的互动的缘当中 而产生了一些 维系的生死 或是恶缘 举个例子 你现在劝他说 来我们去禅修 他说不要 你是我好朋友 走吧 我今天生日吧 你就跟我一起呢 又去 蹦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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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本来呢 就知道 那你有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 那陪他 陪他的时候 你说自己不把握自己的话 菩萨若没有震到 八地不动地的话 那也会造恶业破戒的 所以可见度众生很不容易 了解吗 好 那现在呢 假如你回来度他 举个例子 有些众生你会看到呢 非常的欢喜 你回来帮他 你会非常的欢喜 哎呀 他看到你也非常欢喜 那表示你过去跟他 恶缘 不 善缘比较多 有些众生呢 注意听 你回来帮他的时候 你一看到他 很不高兴 你说我要帮他 我帮他 看他就不顺眼 他对方看到你 也是这样 干嘛 What do you want 你会发现 他看到你也不高兴 那表示你跟他 恶缘比较多 还有 有时候你菩萨 回来当度众生当中呢 不管是男生跟女生 有时候你要看到 你自己很亲近 但他看到你 心脏就 不懂 那表示你过去 跟他做过夫妇 所以你也得控制自己 你没有对他打妄想 他会打你 把你打妄想 把你卖到给浪去啊 所以 我们讲 一种迷 养百样人 菩萨要度众生 真的很不容易的 你先要有功德力 所以 你跟他过去是 复杂的恶缘呢 会产生一些细微的生死 以及恶缘 而让菩萨退转 所以 一地到六地的菩萨 都会静静退退 我举个例子好了 在六度波罗蜜里面 我曾经讲过 再讲一遍 主人请听 尊贵的 设立佛尊者 他过去是 就曾经行菩萨道 可是呢 他就是碰到恶缘 后来呢 他就放弃 不敢做菩萨了 在大制度论里面讲呢 他过去 在过去 无量节 无量节 遇到佛的时候 也是讲 发菩提心啊 要广度众生啊 有一天呢 他发了菩提心 要度众生的时候 天上的呢 第四天就来试验他了 第四天是有神通的 他就来考验说 我来看看他 有没有菩提心 结果呢 那时候 尊贵佛尊者呢 就看到一个乞丐啊 很可怜的人 来就跟他乞讨 他说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他就哭了 他哭了什么呢 他说 你怎么哭了呢 尊贵佛他就听到 他哭了 他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就觉得 你这个人很可怜 那那个乞丐就说 我能够 他就问那个乞丐 我能够帮助你吗 他说不可能的啊 那可能帮我 他说没关系嘛 我是佛的圣地子啊 我发了菩提心 要救度终生 你今天这么可怜 你告诉我 天下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啊 我尽我的力量帮助你吧 那乞丐就说 我妈妈得了病 那医生说 要有药引子 我也没有钱 虽然就是要 有跟人家要钱呢 可是那个药引子 药引子就是那个药啊 印度的中药里面 要放圣人的眼睛 天啊 我要去哪里 找圣人的眼睛啊 他说 哦 你要圣人的眼睛啊 那时候我是佛的弟子啊 对不对 他那时候呢 摄利佛已经正出国徐陀华 他是圣人 他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挖我的眼睛给你 他就转过来 一挖呢 就给他 他闻了一下 好臭啊 他丢在地上 他说我不是要左眼珠 我要右眼珠 他想你怎么不早讲呢 他想糟糕 我刚才挖了左眼 那现在我只剩一只眼啊 独眼龙嘛 请问你要不要再给他 他想好吧 我要行菩萨道 我就把在我另外一个眼珠也押给他 挖了给他呢 那个乞丐呢 就闻一闻 嗯 还是臭臭的 表示你的修行不好 还丢在地上 然后呢 这时候舍利佛就讲 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 以后我不要度众生了 从此六十节啊 他都不敢做菩萨 六十节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很长很长的时间 他再也不敢度众生了 所以一直到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又为他讲大乘的经论 说舍利佛啊舍利佛啊 你过去就当过菩萨 可是你退转了 因为你觉得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啊 的的确确 众生很难度 各位 我们有时候碰到困难 也是会有挫折的 可是呢 释迦牟尼佛又重新在为舍利佛 讲大乘的经典 般若的经典 这一世呢 他又开始发起广大的菩提心 所以可见呢 要度众生是真的很不容易 但重点呢 使你要有一个永远不放弃众生的心 而帮助他呢 是要有智慧的 所以你帮助你的家人 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跟孩子啊 不要放弃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人家劝你啊 你也不一下子接受嘛 起码劝你一次 两次 三次 对不对 那同样的 你劝别人 也要一次 两次 三次 永远要给人家机会 那三次以后 他如果不听了呢 那你就可以不用说了 为什么呢 你已经尽了你菩萨的责任 好 再看下面的经文 第七十二页 第二十三行 请看经文 在以上四种缘当中 随何种因缘可以得到不退转的菩萨呢 答案他说 在没有生起广大圆满清净的大悲心之前 乃至于你没有正到八地不动地的无声法忍之中 中间就是从你出发心 一直到成佛之间啊 你都会受业力影响 请把业力化起来 所以不要轻易乱造恶业 为什么持戒有很大的功德 为什么忏悔有很大的功德 因为它会改变你的恶业 乃至于呢 这个当中 你一生一死 一生一死啊 你还是会为细微的业力影响的 所以呢 最大的恶业是什么呢 犹入放异固 把放异化起来 表示你心很散乱 很放异 举一个例子 我举我的例子给你听好了 因为不要举你们的例子 举你们的例子 你会觉得 嗯 师父不知道又在暗示什么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这辈子 从我出家学佛到现在很惭愧 在家居是学到现在25年 我20岁才听到佛法 21岁开始吃素 23岁我就出家 那20岁以前呢 哎呀 真是欧弥陀佛啊 我也造了19年的恶业吧 我在世间是很好的人 但是我想想我以前学佛呢 脾气也不太好 没有学佛之间脾气也不太好 我很聪明 但是很好变 也喜欢得理不饶人 所以这些都是不好的 也就是说我没有学佛之前 我虽然不是坏人 我在世间 可是我还是很多很多的烦恼 那你想想看 19年啊 在轮回当中 我并不知道有佛法 小的时候也没有人跟我讲 普贤行愿品啊 所以我当有时候 看到小朋友的时候啊 他看到师父会来学上佛学班 我真的是很欢喜的 为什么 我想我小的时候啊 这么小的时候就在那边啊 就在玩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老菩萨们 各位联友们 你看到小朋友的时候 你要赞叹他 为什么 他过去是修得好 所以他这么小的时候 就会来佛堂啊 我小的时候哪有碰到师父啊 没有啊 也没有师父啊 我只碰到牧师跟神父啊 我小时候我也上教堂啊 我为什么喜欢教堂 因为牧师神父都很好 然后我们再唱 哈利路亚哦 对不对 还唱歌 唱完了就发巧克力 巧克力完还不叫我们画画 所以我小时候 对牧师跟神父的印象很好 但是我没有想要做神父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做师父 后来我出家遇到佛法 可是这里说明了一个题 好处 我刚开始的时候 不是遇到佛法 我们家也不是正统的 纯正佛教家庭 这说明了什么 自己的业力 假如我一出生 就生在佛法家庭 我的阿公阿嬷 就带我拜佛的话 然后我就小时候 就被普贤行愿品的话 那我现在就修得会更好了 对不对 那反问各位联友呢 你几岁遇到佛法呢 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 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我老的时候在学佛 天啊 你老的时候 老骨头啦 你不会学佛的 你很苦啊 知道吗 所以 换句话说 我们过去无量节的 这个业与烦恼 让我们在受生死轮回当中 大部分都是随业力而流转 而这个业呢 有好也有坏 所以你很苦 最苦的是什么 心中排斥佛法 这里讲 心入放异固 而且有些人呢 他虽然很年轻啊 听到佛法 很喜欢变 对不对 动不动呢 就是认为佛教是迷信的 然后呢 动不动呢 就觉得送经拜佛是没用的 那是因为他不了解道理 对不对 我遇到了我的师父 所以听闻正法 有很大的功德 我第一次听到 四弟十二因缘的时候 我很大很大的感动 我放声大哭流眼泪 我才知道说 哦原来啊 人是这样轮回的 十二因缘 原来我是这样投胎的 所以佛法 法的力量 会震动你的心 所以法有很大的功德力 你不要认为 法没有功德力 法有很大很大的功德力 慢慢的你透过修行的 当然不是说 昨天学佛 今天听经 明天修持 明天你就成佛了 没那么快 为什么呢 因为你无量节的业与烦恼 还没转为清净 所以要加油 所以要加油加油 再加油 对不对 好 那你想想看 我学佛了二十五年 从在家 一直到现在 我每一个月都很用功 每一个月都读很多书 每一个月都有我的功课 然后一直到 很惭愧的说 我不是上根立志的人 但是我不是混得很凶的人 为什么 因为生命很珍贵的 我记得我要出家的时候 我妈妈很舍不得我 因为我妈妈一辈子就栽培我 我从小都第一名毕业的 她花了很多的钱来教育我 我还有呢 学画画 我还学书法 我还学过一点音乐 我学过很多东西 我都要感谢我的母亲栽培我 我的爸爸是军训教官 管我们很严的 举个例子 要出门的时候 都先要合掌 跟说爸爸妈妈再见 我们出门了 我要去学校 说几点要回来 就要几点回来 回到家呢 第一个就要合掌 先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好 我回来了 你要晚十分钟 比方说我七点要回家 晚十分哦 那你绝对会变 所以我们从小 我们的教育是管得很严格的 虽然那时候 你会觉得爸爸妈妈 对你很不好 可是呢 当我们长大的时候 我们会感谢 爸爸妈妈对我们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品德会比较好 所以在轮回里面 你说很苦 苦在哪里呢 苦在你过去的业与烦恼 都没有清净过 好 再看下面的经文 第七十二页 二十四行 是以菩萨在生死轮回当中 要想到昼夜精进 就好像呢 火烧到你 昨天讲的 头上的这个头巾 或帽子 或身上的衣服 为了呢 在轮回当中 不要再受生老病死的痛苦 早一点 正到无声乏忍 所以 在你成佛之前 你都应该 昼夜勇猛精进 好 在这里精进 我要教你一个方法 读了这么多经论 各位 你想想看 我们一天当中 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 请问各位 你们工作要八个小时 对不对 现在工作更辛苦啊 要加班十个小时 对不对 还要搭车 去 回来 工作的时间我不算 然后呢 我们睡觉要睡几个小时啊 请问 我来调查一下 一天睡七个小时的 请举手 好 睡八个小时的 请举手 好 没关系举手 师傅 这个并不丢脸 睡九个小时的 请举手 睡九个小时以上的 请举两只手 妹妹啊 你睡太多了 会变小猪的 好 注意听 最多睡七个小时 到八个小时就好了 假如超过八个小时的话 起来 运动 睡太多 没有用的 除非你生病 要去看医生 好 注意听 我现在教你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方法 你看啊 二十四个小时里 做工我们就算 八个小时跟十个小时 二十四减十 对不对 你还有几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 好 我们现在来 十四小时里面呢 七个小时睡觉好不好 那你还剩几个小时 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里面 还要吃饭 对不对 还要看电视 还要呱啦呱啦讲电话 还要做功课 一个小时 还要去shopping一下 还要呢 跟朋友聊天 其实啊 你真正用功没几个小时 所以我要教你一个方法 假如平常你是六点起来的人呢 请你早一个小时起来 五点起来 起来干嘛 用功 你不是说没时间吗 早一点睡觉 不要晚上当夜猫子 对不对 我看了很多人 现在年轻人也是这样 新加坡也是这样 半夜了呢 对不对 SMS What are you doing I'm still working 不要那么拼命 早一点休息 然后呢 假如平常六点 不管你有家人或单身的 你六点起来的人呢 请你按闹钟 五点就起来 这样的话 你就多了一个小时 可以用功啊 一天多一个小时 一个月多了多少 三十个小时 一年呢 三百六十个小时 你可以念多少部 普贤行愿品啊 我已经帮你算好了 所以 没有借口了吧 这个叫做 精进不退 要从这里用功 真的你不用功的话 你生生世世 就只有轮回的份了 你听佛法很高兴 法喜充满 师父来的时候很高兴 师父走的时候呢 心里又在挣扎 等师父不见的时候 咚噹噹噹噹噹噹 就不见了 明年我还没看得到你啊 都不知道 在座有一半呢 是老脸孔 我知道 有一半也是心脸孔 还有一半 以前的老脸孔啊 都不知道跑去哪里啦 是不是 轮回里真的很苦的 你要用功 你就真心接受 师父真诚的建议 早一个小时起来 尤其是很多 有小孩子的 小朋友还在睡觉吗 你平常很辛苦 上班照顾小孩 做功课 要看电视 要洗衣服 洗碗 很好 小朋友睡觉的时候 你也休息 小朋友还没起床的时候 你掀起来 一个小时 你就有时间用功吧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就是从 经进不退 开始去努力 所以 这下没借口了吧 第二个 当你用功的时候 注意听 真正人睡眠 只有四个小时 跟五个小时 你想一下 来 我们就在这个调查 你睡觉的时候 你一碰到枕头 就睡着了 请坐举手 很好 这是标准的猪 很好 恭喜你 没什么妄念 这个 这个 这个长得一定是 所谓乐天派的 好 你再看 你睡觉的时候呢 躺下去 翻过来 翻过去 想过来 想过去 大概五分钟 十分钟 然后就睡着了 请举手 好 有些人第三种 请问你睡觉了 翻过来 翻过去 待会呢 又吃个东西 又上厕所 已经搞了这半个小时 人家老公问你 老婆 你在干嘛 你搞了半个小时 还没睡着的 请举手 举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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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手啊 举高一点 好 这时候师傅教你 假如超过半个小时 不会睡 睡不着的话 静坐 我教你的 观想 坐在莲花里 你可以在客厅坐 也可以在房间坐 都没关系 哪里都有佛 没关系 你就静坐 这样子 你就容易睡着 心不要想太多 好 还有一种 再问 第四种 假如呢 你还没睡觉 结果一睡觉呢 两三个小时呢 都没睡着的 请举手 到天亮才睡着的 请举手 这样的话身体不太好 小心你的肝脏 所以注意听 睡眠啊 实时正让 在佛经 待会儿后面会讲 阿含经里面讲 圣地子啊 真正睡着的时候啊 一睡着 完全睡着的时候啊 事实上只要四五个小时而已 就够了 然后呢 在现在的科学里面也说 当睡着的事前 你大概有半个小时都在挣扎 你有没有发现 你注意看你的念头 当你睡着那一刹那像什么 像进入一个黑暗的世界 东西就睡着了 那时候呢 人家抬你啊 或者人家叫你啊 你也听不到 你完全睡眠了 当然啦 睡的时候可能会翻来翻去 对不对 翻来翻去呢 第二天起来 基本上掉在地板上了 或是枕头掉下去 可见你睡觉的时候 会常常翻来翻去的人 注意你的妄念比较多 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睡觉 真的一睡啊 就像猪 第二天啊 身体都不动的 很好 表示这个妄念比较少 尤其是你中午 小睡片刻的时候 趴着半个小时 哎 一下子呢 你的精神就非常好 所以换句话说 睡眠啊 真正的睡眠 只要四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就够了 然后快要天亮的时候呢 你叫做什么 做梦 可能用梦见 中了马票了 或用梦见什么了 所以你在做梦的时候呢 就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梦 有些梦呢 你记得 有些梦你不记得 所以真正呢 然后呢 就天亮了 闹钟醒了 所以睡眠 真正的完全的睡眠 是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而已 所以睡七个小时绝对够的 不要睡那么多 生命空过了 举个例子 假如我们三分之一啊 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要睡八个小时 睡三分之一 你假如活六十岁的话 你睡掉二十年耶 太可怕了吧 这是真的 只是呢 你不好意思掐着去算 哎呦 算了 不要算好了 其实你睡掉了二十年 就算给你活九十岁的话 你睡掉几年 三十年啊 睡那么多干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精进不息呢 从早上掀起来 用功一个小时 慢慢你用功 禅修 诵经 念佛 念奏了以后 然后吃早餐 再去上班 这样子后 注意听 当你心很清净的时候 你睡眠自自然然就会少 除非你生病 你越用功的时候 你心越清净 然后你睡眠越少 因为你睡眠越少 所以你更有更多的时间精进啊 这样你一生才不会空过一生 这不论在家出家 希望你都好好的学习 好再看下面 请看问二十三七十二页第二十六行 问菩萨富有何时呢 他就会说 请问菩萨怎么叫做有死呢 请看济诵一百一十二 身闻独绝地 若入便为死 请看七十三页 第二行 以断于菩萨 诸所解之根 好请看下面 解释 如前所说的 四种因缘 随何种因缘得不退转呢 他说菩萨 那是广大的大悲心 所以大悲心是很重要的 请把大悲化起来 所以为什么呢 学每一个人啊 几乎都没有一个人不学观音法门的 因为观音菩萨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 那你要有大悲心 发菩提心 还有无二会慢慢修实 假如你没有正道无身法忍之前 未过是比不上身闻跟原觉的 独觉就是原觉 假如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有几个原因 请看七十三页 第四行 第一个 以恶有利固 菩萨成愿再来的时候 假如他碰到了坏的朋友 比如说你要帮助众生 举一个例子 我极端一点 假如你要遇到黑道的领袖 你要度他学佛 他明明做的是违反五戒十善的 你告诉他不要做 他说你再劝我 我就把你毙了 新加坡是不能拿枪的 没有错 美国是可以拿枪的 澳洲跟纽西兰是不可以的 我这三个国家我都住过 老实说我不太喜欢美国 对不起 我不是批评的意思 美国呢 有很多的问题是因为什么 枪 夫妻啊 之前呢 为了撑财产啊 砰的一声 你晚上就不见了 很可怕的 对不对 还有drug 毒品 第三个 sexuality 性斑烂 或色情 还有第四个 黑手党 你们叫mafio 是吗 英文是不是这样讲 就是呢 骗不良青少年啊 经他进入黑社会 在美国 这个是很多很多的问题的 英国曾经辩论过 不可以买枪 纽西兰呢 也不可以买枪 因为政府 他们辩论过 假如买枪的话 那很危险 最危险的是什么 太太 还有妇女 还有小朋友 还有弱势团体 对不对 新加坡可不可以买枪 不可以 所以这个很重要 在澳洲可以买枪 是什么 亨廷更 猎枪 但是上面有你的号码 乃至子弹上面呢 都有你的编号 所以你要做坏事的话 是会被警察抓的 好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假如你遇到恶友的话 你现在遇到黑手党的人 假如你现在是一个菩萨 你成愿再来 你发现了多生多劫呢 你曾经做过小混混 结果呢 你的朋友呢 现在都变成大混混了 你现在是佛教徒了 请问你要度他 怎么度他 你一定要有功德力啊 对不对 那现在你的朋友啊 假设啊 他现在是黑手党的 他现在做杀到阴云旺久的事情 你要劝他 他说你要是来劝我的话呢 我就把你毙了 你敢为他说佛法吗 这要很大很大的功德力 请问你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去想一想 有很多的答案 但是菩萨会有一个能力 神通波罗蜜 让他看到自己的过去世 或者说呢 显现神通 让他 你现在假如杀人的话 你将来会堕入到地狱 恶鬼畜生 我呢 是你过去世的好朋友 你虽然忘记了我 可是我是真心来关心你的 因为你过去跟他有缘 你真心可以感动他 假如你感动不了他的话呢 他说可以 那你就来做加入我的黑手党吧 就是这里讲的 一 或遇到恶友 外面的力量来强迫你 造恶业 让你感受到生死呢 轮回还是很苦的 第二类 或受生中间固 就是在投胎之间 或受生的中间 注意你旁边写 这就是中阴生 当你断气 这一生结束 还到下一生 还没有投胎的这个过程之间 叫中阴生 中阴生 假如人家跟你下降头 花咒术 而你又没有把握正念的话 你中阴生也会很苦 所以听好 我前几天说过 佛教徒不可以诅咒别人 也不可以相信这些降头 或是当基的 不要学那些 有很多人又很奇怪 我苦口婆心讲经了 劝你不要 你还是相信 师父啊 我就去看三世因果了 我说你去看他干嘛 你干嘛看了他又来问我呢 其实那没有究竟解决问题的 所以在 《显命人用观音法门》里面 我说 若有人对你下降头 那你就念大杯咒吧 念 那他就不办法对你下降头的 尤其在新加坡 因为靠近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跟泰国 这个问题很多很多 对不对 所以做佛弟子真的要谨慎 甚至呢也不可以起恶心 哦 我看到那个美女 我很喜欢她 虽然她是别的老婆 我请人做个降头 慢慢她就跟着我了 不可以 你这个是恶念 人家已经是人家的老婆了 那你还抢人家干什么 那来一辈子你就会变成呢 变成什么呢 就在给辣里面这样头昏昏的 走到哪里呢 你就头昏昏的 就跟男人走的 那边都有因果的 因为你过去都是对人家下过降头过 所以 菩萨这里讲 在中阴身的时候 也要有正知正见 有定会力 而不会受干扰 第三个 或在结坏的时间 称贤菩萨 在结坏 就是这坏环境的时候啊 大家都起称心 毁霸 讲八卦 所以老师说 我是不太喜欢传播媒体 老师跟你讲 你们各位知道 东南亚有一个最有名的叫 义州刊吧 阿弥陀佛 赚了那么多钱 造了很多恶业 都是讲人家的苍巴 绯闻跟八卦 所以你看到现在全世界很奇怪啊 对不对 什么样可以出名呢 有个绯闻就出名了 你看现在人的道德就是这样 然后呢 甚至呢 现在的人都没什么隐私权 走到哪里都怕什么 狗仔队跟踪你啊 我讲个真实的例子给你听 大家知道台湾有一个慈祭功德会吗 正言法师 对不对 比丘尼 对不对 狗仔队也跟他啊 跟一年啊 他就 他不相信这个人哦 会做为了做大爱无国界 每天早上看他四五件起来 就礼佛 做早晚课 然后吃完早餐 从早到晚会课 然后呢 震灾 开会 然后去医院 他呢 狗仔队呢 刚开始跟他 他想他一定有什么隐私吧 他不可能啊 你看 这么大的全世界知己功德会啊 他一定有的利益吧 他什么利益都没有 他是很了不起的 比丘尼啊 对不对 那狗仔队呢 那啃那个相机啊 听说这样看看 可能一年以后 没戏唱了 就都回去了 这是我听我朋友说的 不知道真的假的 可见呢 这个时代呢 都是喜欢挖人家的舱吧 讲人家的隐私 好奇人家的privacy 没人都有隐私 你干嘛不看自己的隐私呢 所以第三个是说 当整个坏劫的时候 是指大环境啊 道德很沦丧 人心很不好的时候 菩萨跟菩萨之间 动不动就起称心 嫌弃别人 还诽谤别人 甚至呢 故意抹黑别人 甚至于对南传 北传 藏传的正法 毁谤 让很多人很多人 失去菩提心 好吧 失菩提心画起来 失菩提心 就会让你在生死当中 会有很多障碍 举个例子 刚开始你学佛的时候 很精进 过了几年呢 人家跟你讲 哎呀 你念门瓶没有用的啦 对不对 你念了这么多年 你看你病痛孩子这么多 嘿你就听人家 笨笨的话 你就不念谱门瓶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笨嘛 你真的没有智慧啊 你听人家讲几句话 敌不过呢 师父苦口婆心 劝你这么多 念谱闲行怨瓶 你啊 最后丧失了菩提心 丧失了菩提心的时候 你就会有恶元现前 那个恶元是什么呢 注意听 不是佛跟菩萨 我护法惩罚你 而是呢 你过去式的恶业啊 又像昨天讲的 像大海的海浪一样 又升起了 你过去的业啊 又现前了 你本来很用功的 因为念谱门瓶 念大悲咒 念谱闲行怨瓶 念药师经 所以佛菩萨很护念你 天龙八部也真的保佑你 所以你一切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现在你听到了恶友的建议 结果你放弃了佛法 那当然你也失去了菩提心 所以你过去的业又现前了 就像排山倒海来的大海浪一样 其实没人害你 只是业又现前了 所以这个时候 菩萨假如失去了菩提心 放弃了菩萨道 就会调成为好一点的 变成声闻跟独觉的心 再更不好一点的呢 会毁谤三宝变成外道 在新加坡也有 台湾也是 有些佛教徒呢 最后变基督教天主教 也有 有些是基督教天主教变成回教 最后也有呢 其他宗教慢慢呢 晚年的时候呢 他自己忏悔 因为家里呢 都一直拜观世音菩萨 到晚年的时候呢 他又呢 变成佛教徒的 有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没有正知正见 那正知正见从哪里来呢 要听闻佛法 所以注意听 师父要再给你鼓励 刚才给你建议 精进不退 所以早起一个小时 对不对 现在第二个我要给你的功课 看到连友退失心的时候 要鼓励他 比如说 不管是在这个佛堂 或在其他的佛堂 人一定都有 是感情的动物 人呢 在这人生上呢 都会是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人的心也都会起起伏伏 所以作为连友 也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 相互鼓励 听好 我没有叫你们做情侣啊 我叫你们做兄弟姐妹 知道吗 连友嘛 对不对 所以自己要注意自己的品德 你可以关怀连友 但是要有尺度 但是若遇到有连的连友 应该相互勉励 有时候事业遇到了打击 有时候先生或太太 遇到了癌症过世了 有时候自己的孩子 或家人 发生了车子的意外 对他遇到打击的时候 你 应该起菩提心 慈悲心 真正去关怀连友 不然你听了这么多佛法 那你怎么没有去做呢 假如你常常去关怀别人 有一天 我说过 没有成佛之前 谁都不要嘲笑谁 每一个人都会业力现前的 当你业力现前的时候 你也会感受到别人真正在鼓励你 所以不要认为说 永远修行一帆风顺 都没有障碍 你就修得好 小心 下面你会跌得很惨的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业力没有现前 真正修得好的人 是应该业力现前的时候 我能超越我的业力 举个例子 就像海浪 来现在 我绝点比喻 海浪假如现在一层楼高 你就能够超越一层楼的海浪 第二次海浪来的时候 可能是两层楼高 你的功德力 可以超越两层的海浪 新加坡好像没有叫做海浪滑板 你们这边没有这个 比较不流行 在其他 马来西亚 或其他澳洲跟纽西兰 就有很多滑板 你看海浪越大的时候 它为什么滑板可以跳 因为它可以控制自己的滑板 用这个比喻就是说 当业力现前的时候 你要控制自己界定会的功德力 若遇到了困难 你不能突破的时候 拜大悲观世音菩萨 求观世音菩萨 给你信心 给你力量 给你勇气 慢慢慢慢慢慢 你就会超越你的业力 所以今天给你一个第二个功课 碰到莲友退心的时候 应该鼓励它 关心它 但是不可以占人家的便宜 不可能说 哎呀 莲友我鼓励你 老的时候你养我好不好 这样不是真的好朋友吧 对不对 好 请看下面 第四 或于身闻解脱 或读解解脱 做证 意思是说 菩萨若有维系生死 退失菩提心的时候 他反而不想成佛了 为什么呢 他觉得成佛太遥远 所以他就想要证生文果 或独绝果 做证 就是想要做证 证悟他的果位 因此这样的人 断掉菩萨的菩提心 断掉菩萨的大悲心 断掉菩萨的无二会的树根 这样子的话呢 是很可惜的 所以下面讲 所谓的大悲 是以诸佛菩萨呢 永远生生世世啊 帮助自己 也帮助众生 而不会退转 这才叫 就近清净圆满的大悲心 所以这样 他这里有一个名号 叫做说解之死 就是说他在教法上 解释在理解上 他知道呢 死 生老病死啊 是很恐怖的 再讲得更深一点 生老病死呢 像一场梦一般 所以菩萨成愿再来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过去是你没有开悟之前 你的业与烦恼的种子 是会有维系的细微生死的 接下来 我想要讲 后面的禅观 83页 请看第九行 一 禅修具体的功能 转念头 我今天要介绍 那问题的部分呢 我明天再回答 因为我今天想讲一个段落 每天讲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 你会比较容易吸收 你回去也可以练习 注意听啊 你们都有讲义 所以我直接讲重点 我就不会一个一个字念啊 因为我幻灯片也有 心 Zitta 这是梵文 意呢 Manas 是 就是Vijjana 心在英文里面用Mind 或用Thought 意识的 是 叫做 Consciousness 意呢 有一点难翻 有人却翻译什么 Remember 或 Memory 就是他的记忆 这三个字 在有些经论里 心意识 这三个呢 是相同的 有些经论只讲意识 有些经论讲心识 甚至在 为识中当中 识还分 第五 六 七 八 第八阿赖也是 这个没关系 慢慢来 你知道就好 所以不同的经论里面 讲的深浅不同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禅修是任何人都要修的 我昨天说过 禅修不是说 哦 我念佛的 我不念禅 其实你这样想法是不太对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修六度波罗蜜 不管你修东方药师法 西方阿弥陀佛 或者你修地藏法门 或修观音法门 你都要修直观的 所以不同的经论 讲的深浅不同 但是你想要知道 禅修的具体功能或效果是什么呢 答案是转换你的念头 所以真正禅修要训练的重点与核心 就是这个 好 来 请看幻影灯片 复习一下 我昨天讲的 第一个是什么 瀑布 请问你今天的心像什么 在你没有进佛堂之前 从早到晚 你的心像瀑布的请举手 诚实一点嘛 没关系啊 你今天的心啊 很复杂 像瀑布 不管是大瀑布 小瀑布的人 请举手 好 手放下 很诚实 很好 学佛要诚实 不要怕 第二个 我的心呢 嘿 不错 师父 谢谢你 苦口婆心 讲佛法 我慢慢练习 我觉得我的心啊 今天像呢 平静的 河流的 还不错 请举手 好 各位也很用功 第三个 我今天到了宁静 无波的大海了 请举手 你确定真的是无波的大海吗 你可能是大海吧 还是有波浪吧 对不对 有大的波浪 小的波浪 对不对 还有中的波浪 为什么呢 对不起 第三个 你不太可能做到 因为你若是真正到 无波的大海 听好 你正出国 虚陀环了 不太容易 不过这要慢慢练习 所以大部分 我们的心都是在 瀑布跟河流 瀑布跟河流 慢慢练习 好 先看 我们先看 首先讲外面的境界 为什么呢 External Object 因为外在的这个境界 容易干扰我们 第二个大段 后面我还讲 Internal Thought 先看 第一个要练习在境 第二个在动 第三在动静之间 第四要在非动与非动之间 非动与非静之间 这个前天 我有讲过 这并不难 好 接下来呢 你慢慢最困难的是呢 在一切时 跟一切处的时候 这一段文章 是我在商业经社 6月11号 教我的学生的 所以在讲之前呢 我也教他们一些 心得的分享 有一个同学就会讲说 他用梦境做比喻 梦也是一个例子 我后面会讲 第六个就是梦境 第七个就是你在生死交关的时候 好 那我讲快一点 请问有人会说 师父你这些是从哪里来呢 我上面有讲 我读了很多禅经的经论 是我自己归纳的 好 先看第一类 圆外境 转念头的训练 第一个 我们要先训练在 安静当中 training on your mind on the unmovable situation 因为为什么 下面有讲 因为第一个 我们要在安静的地方 举个例子 你每天早上有做功课 我刚才说 请你早上起来 早起15分钟 早起一个小时 你摔牙洗脸 喝杯水以后或果汁 然后你就可以静坐了 你训练你呢 在15分钟到30分钟里 什么都不做 也把手机放下来 或关机 为什么呢 因为在安静的时候啊 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比较容易看到你自己的念头 所以刚开始 你要在安静中练习 这就是佛门里 为什么要早晚课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我看到很多人 很喜欢到寺庙来做早晚课 是很好 可是呢 在寺庙的早晚课 是中国丛林制的 假如在丛林的早晚课里面呢 当你所有的功课做完 还没有回向之前 我觉得最好静坐一下 15分钟 不是念完了呢 呱啦呱啦呱啦 木一带拜三拜就走了 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的心还是乱乱的 不容易看到 除非你功夫很好 在第二类叫做动的当中 所以现在为什么 第一个先要在安静中训练自己呢 举个例子 安静的场所很多 不管在家里 在佛堂 或在公司 或坐在车上 或在捷运 甚至安静中简单的讲 只要不要动脑筋 想 还有不要用嘴巴讲话的时候 你都可以练习 你哪有这么多话可以讲啊 从早到晚 呱啦呱啦呱啦 讲不很累吗 对不对 现在年轻人呢 常常呢出去玩呢 他会留一句话 流行一句话 讲重点 对不对 我觉得很好 你们也是啊 来见师傅的时候啊 不一定讲很多 我说 请问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重点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你要练习你啊 从早到晚啊 其实你讲了很多不重要的话 呱啦呱啦讲 讲完的时候很累啊 中国有一句话叫 话多伤气嘛 对不对 我看很多老菩萨 中午睡完觉起来 就开始讲电话 讲手机 呱啦呱啦讲 讲一两个小 讲完又回去睡午觉了 累了嘛 对不对 所以在宁静当中 你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念头 接下来再看 八十四页 第五行 这里的静 是你的身 是宁静不动的 可是你的心啊 你要训练它 也就是说 它慢慢啊 你的心啊 像什么呢 像动物园里面 跑来跑去的猴子 在新加坡可能 你比较没有机会骑马 假如是在西藏 或其他高原 或澳洲跟纽西兰 它要骑马的话 骑马的时候 你一定会拿着马 姜嘛 姜绳 假如你一放的话 有时候马被吓 惊吓的时候 它会在马上面乱跑的话 那你会掉下来 很危险的 那我用新加坡的 动物园的猴子来比喻 可能你比较具体 我们的心啊 有时候像动物园里的猴子 挡过来 挡过去 挡过来 挡过去 你看猴子 永远没有一刻是停的 英文叫 Jumping monkey Your mind is just like a jumping monkey 每天都跳来跳去的 对不对 看东看西 看东看西 听好 不要认为小朋友才会这样 大人也会这样 举个例子 回到家里 一坐下来 哎呦好累哦 坐没三分钟 又去冰箱了 开一开 吃个巧克力 吃完了以后呢 又跑去柜子里面 翻一翻 以前的照片 然后呢又看一看呢 女儿你在干嘛 对不对 但又怕到老公 你在干嘛 你洗澡成这么慢啊 然后又跑到电视里面 又去看电视 过了三分钟 又跑去厨房 又打开 刚才看第一层 现在看第二层 其实你的心很乱 从来没停过 所以不要认为只有小朋友 每一个人都会 假如你真的不训练你的心的话 对不对 所以有些老人家 也是停不下来的 做了一辈子的武功 你叫他停下来 哦 怎么可以停 死了才会停啊 不是 是要你的心停下来 训练它 这个很重要 有时候再看下面 你也会静坐得非常好 今天呢在佛堂里 哎 听师父 莲花观太好了 哎呀 生命真是太喜悦了 佛法太殊胜了 我真是太法喜充满了 对不对 这样做得非常的微笑 睡的时候还微笑 然后明天呢 上班的时候 坐在冷气盘旁边 哎呀 M1H1来了 流行性感冒 哎呀 发烧了 轮回好苦啊 结果你会发现 你连十分钟或十五分钟 都做不了了 你坐立都不安啊 会 这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你看 你刚刚呢 没有人敢找你啊 前几天你还做得很好的 现在一个感冒来呢 你就做不好了 可见在这时段里 跟空间当中 你的心的感受 就完全完全的不同 为什么 因为你没办法控制你的心 你可能看到了你的心 可是你没办法控制它 那你会有一个问题 师父我为什么控制不了的心呢 这个答案很难 很难回答 答案是什么 你生生世世轮回都这样啊 所以你很难控制你的心 你一出生开始 你就开始玩 每天都在玩 等到会读书呢 做完功课 还是出去玩 对不对 读书的时候 还是玩 做工的时候呢 很辛苦 还是take a break 还是玩 你生生世的心 其实都是往外跑的 你假如没有学佛法 你真的不知道 你的心真的这么乱过 所以有人跟我说 师父 我怎么诵经念佛 越念越多 我的心很乱 不是 是本来你的心就很乱 你没有看到你的心 今天你因为诵经念佛 就像一个照妖镜一样 看到你的心 因为讲 the reflection of the mirror 镜子看到自己 我常常做一个很好的比喻 各位 你看得到你自己的眉毛吗 你看不到的 我们眼睛可以看见 三千大千世界的东西 就像我现在 我可以看到你们 每一个人的表情 可是我看不到 我心红是自己的眉毛 对不对 什么方法可以拿到你眉毛呢 对不起 没镜子 假装一下 化妆的时候 青春到很多的时候 你会看到你的眉毛 换句话说什么 你要有一个镜子 才可以看到眉毛 注意听 指观就像一个镜子 是看到你的心 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遍 指观就是一个镜子 让你看到自己的心 所以很好 有些连友 可能对于指观 我看念头会很欢喜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过去是修过 所以他一静坐的时候 他觉得太好了 我讲一个我例子 跟你分享 我刚才说 我25年前学佛 对不对 25年前呢 石头山有一位老法师 他教我打坐 盘起腿来打坐 当然脚刚开始会有痛 但是师父很有方法 叫我静坐 我就在师父面前坐一坐 哇 我非常的欢喜 师父就面对面的在佛堂 他就亲自教我一个人打坐 讲完了我打坐 我那时候体会到15分钟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放松过 这么喜悦过 这个喜悦呢 是你一生啊 永远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我就觉得佛法太好了 我发喜充满 我就掉了眼泪 我最后谢谢师父 回去呢 我就每天静坐 我一天坐呢 坐15分钟到半个小时 所以我告诉你 其实我很老 你看我这么年轻啊 我没有涂化妆品啊 我是多年来吃素 学习 诵经 读经 已经打坐 你的心嘛 宁静一点 心为什么呢 很乱的时候 你相貌就长得很老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想东想西的 你上面这么多的皱纹啊 那你的心很乱啊 所以 我从那个时候呢 我就常常打坐 当然打坐的时候 我也会念佛 念佛完精勤完 我也会打坐 所以我也常常不断的打坐 打坐把你的心静下来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喜悦啊 不是世间吃冰淇淋或巧克力 可以比得上的 巧克力你吃一颗 两颗 三颗 很好吃 吃太多 糟糕了 你就蛀牙了 你要去看医生 Dentist 冰淇淋吃太多 最后你会拉肚子的 可是啊 打坐 只要方法正确 看自己的念头 它是越看越欢喜的 你要去练习 这个快乐是你永远一生啊 外面呢 不能用金钱买来的 就算你住在豪宅 全新加坡 最有名的Archer Road 躺在最漂亮 最高级的德国床 披的是丝绸 我告诉你 你心里不爽的话 还是不高兴的 了解吗 因为你的心很乱 所以可见 没有人干扰你过 你的心 不要受时间跟空间而限制 要去训练 好 接下来再看 第八十四页 第十二行 所以你要先训练 在安静的时候 为什么呢 在安静的当中 你比较容易先看到你的念头 请化起来 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我们刚开始心很乱 你在荡洞当中 不太容易看到念头 除非你多生多节的善根 你常常修禅观 所以呢 你好不容易下班 千里迢迢 赶到海因古斯来 送完金以后 你会静坐 对 有这么多的联友 师父跟你一起静坐 我相信你这种宁静的感觉 跟家里的感觉 会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的那个念头的念力 很强 而且清静 所以你要在安静当中 训练你的念头 假如你安静当中 又用今天教的眼根 对色尘看一样东西 不要看很多 因为你心本来就很乱了嘛 现在你要看东看西 举个例子 现在师父前面有花 有很多种花 你看到了几种颜色吗 大概有两三种吧 对不对 有橘色的 有紫色的 也有白色的 也有其他颜色的 叶子是绿色 假如我的眼睛是看来看去 看来看去 听好 你还是心很乱的 所以你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要在定当中 宁静当中 而且要专注一个点 不要动 这样你的心 才会慢慢慢慢慢慢的沉静 了解吗 那这个人方法也很好 有人会说 师父 那我看 我可不可以眼观鼻 鼻观心呢 先不要用 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方法 眼观鼻 鼻观心是呢 你的意念 你像我教外国人的时候 他们很喜欢观鼻子 为什么 鼻子很大 他一看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鼻尖 对 可是我现在要你看呢 眼睛往前面 大概一尺的地方 就这样很自然的 不要这样 有很用力的 所以在宁静当中 你会再看到自己的念头 好 这是第一段 接下来讲 刚才讲 假如啊 请继续看 讲义 第八十四页 第十三行 假如你连你的念头都看不到 讲白一点 你连城关的门 都没有尽的 所以 布施 持戒 忍入 精进 第五度 才修 止关 止关 波罗蜜 禅定 波罗蜜 好 请看这张 翻灯片 这是日本 银格寺 很漂亮吧 你看他的倒影 很清楚 对不对 这个我在 显命原容观音法 有放过 有金格寺 跟银格寺 那我放这个 照片给你看的用心 意思说你看日本的寺庙都非常的漂亮 有很漂亮的山水 为什么可以看到倒影呢 注意 倒影啊 那个水啊 是不动的 假如你现在丢一个石头 试试看 丢进去 它就有波浪 就有花纹 这时候呢 影子呢 你就看得不清楚 你必须训练自己 用这个例子来看 假如你的心哦 常常很多东西啊 担心啊 忧虑啊 牵挂啊 七上八下的 很多东西都放不下 你的心是没办法停下来的 有很多的老菩萨 还是不能用心 Diös 逼消灭 如果 忧虑啊 呃